基隆少女 吉古拉 何語嫣 兩姐妹 化身成江東大使 才會在新購買的兩輛公車上 動漫的元素 立即引起了民眾的目光 動畫 動漫之類的 對於吸引動畫主就對了 對 所以你會多看兩眼 對 會多看兩眼 不僅公車外觀 有動漫風格 公車的內裝也很夢幻 公車內的手把上 也有基隆少女陪你搭公車 基隆是高齡化的社會 第二個是把一個公車能夠做成 這麼有趣 這麼可愛 讓每個人上車的人都充滿了朝氣 也是基隆需要的 就像剛才我們的副議長說的 基隆不再是老的社會 基隆要充滿年輕的感覺 我們基隆少女主題公車 起用全工 這是基隆市政府新採購的 六輛低底盤公車 其中兩輛作為基隆少女主題公車 其用記者會上 兩位就用少女大跳 遊行舞曲 展現基隆的城市活力 我覺得真的 我們基隆算是一個老舊城市 那因為今天的市 我們的這個公車處 讓這個 就今天這個公車的一個整個造型 有少女會主題 會讓我們基隆市覺得 我們越來越年輕 對 那是基庫拉這個卡通人物 真的整個基隆市都帶動整個 就是很年輕很可愛 很有活力的一個城市 公車乘坐率 每天蠻多的六至八萬人 所以說也是個青山大使 所以兩位青山大使的加入 我相信我們基隆市會充滿 顯示我們基隆市在智慧有愛的城市 基隆市公共運輸四占比 畢居全國第二 每年服務兩千兩百萬人次 山府購入地底盤公車 對於長者和輪椅族來說相當友善 交通是最基礎的 所以這個低地盤公車 不只對於輪椅族很友善的便利 也對於娃娃族推娃娃車的 那現在還有很多推寵物車的 還有我們國際的旅人推行李的 他們來搭我們的大眾交通運輸系統 都會更勇善更便利 基隆市目前有164台公車 行駛55條路線 其中67台是低底盤公車 這六輛新的公車加入營運 搭配動漫基隆少女圖案 將吸引更多的年輕族群 多搭乘公車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試著找到 二十五年 前進 從 四六年 两半 四十五年 二十五年